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今天说请大家聚个餐嘛 刚好搜的这家餐厅不错 不不带大家伙一块来了 段哥 这位是谁呀 谁呀 谁呀 接手一下 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他说的是朋友 不是妹妹 他以前从来都说我是妹妹 是亲戚家的小孩 小大 先稍微一下 先稍微一下 我朋友叫桑志 在这边念大学 这位是迅哥 是我们中台部门的技术顾问 也是思云姐老公 李迅 迅哥 你好 那个那个 贾阳 我是段哥小弟 小白 叫我小白就行 你好 我叫张松 也是段哥的小弟 你好 小波 你好 我叫张松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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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来吃饭的吗 去吃吧 一起呗 公司聚会 既然是朋友的 一起吃 那服务员 能拼到桌吧 来来来来来 咱们拼桌 开单 先生 要不我们单子去吃 可以吗 迅哥 思琳姐 我们俩还有点事 你们吃 我们先走了 不一起吃 不一起吃啊 你们吃 姐姐在前 哥哥在前 这又走了呀 不一起吃啊 对了对了 走了 对了对了 跟你他走了呀 想吃什么菜 我来订餐厅 我 我还不饿 夏雪哥 我们之后不要再来这个餐厅了 我觉得我们跟他不太适合 其实他们这是想凑热闹嘛 也没什么恶意的 我知道 我是说这个餐厅 好了 那我 在这儿找找其他的 夏雪哥 是你让思琳姐跟我解释的吗 她都跟你说了 她都跟我说了 夏雪哥 之前在机场 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吗 我相信你的 是吗 我知道 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总是喜欢去相信一些自己 奇奇怪怪的第六感 而且我也不想让你误会 不然 以后麻烦 那我们待会儿去哪儿呢 我们 你如果不想吃饭 不然我们去看电影 我知道最近上了一个动漫的续场版 我刚好知道傅俊勇家电影院 应该在前面 还有十五分钟不用着急 夏雪哥 我可以给一杯饮料吗 可以啊 想喝什么 那个白桃乌龙三分糖 白桃乌龙三分糖 要大杯的热的 怎么样啊 还吃了点什么吗 不用了 谢谢 一杯就够了是吗 嗯 够多少钱 这边少买 艾桃乌龙三分糖热的 好啊 我可能 要晚点回去 晚点回来什么意思 晚点是几点啊 什么情况 我们偷偷哪儿 那 那今晚是不是就成啊 别回来 会吧 嗯 情况不对 我猜对了吗 老哥哥表白了 没有 就是一起看个电影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丑丑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绩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脚 不用做的 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他怕吃个杀人犯 邓家许 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兄妹 为什么要打他 我为什么不能打他 就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段家许他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没知道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家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 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 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后来他就放弃了 但是最近他没有遇见了 方氏 感觉你对我有意见了小朋友 不喜欢你叫我的小朋友 我已经成年了 你这个朋友 他才去不见什么 他在纠结 那个哥哥 抓紧了 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 看看我 像不像你说的那个 中央空调 喜欢吗 之前不都是说 是妹妹吗 还真把我当你哥了 那你帮我暖暖 我 不太 适合你 现在确实不太适合你 比这也没那么多分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能追你吗 你 鬼迹多端的老男生 我也是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你可别想爽的我 段佳许 我 真的跟你在一起了 你